如果稍微压制这种不安全感带来的直觉恐慌 仔细思考就会发现 各种跑路事件带来的恐惧 让我们随即做出各种应急反应 或提币到钱包或转币到大交易所 或一听到类似消息就感到焦虑恐慌 自我证实倾向会导致人做出糟糕的判断和决定 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正确 而放弃真正应该做的自我检测和真相失之交臂 小则放弃一次学习反馈的过程 大则做出损失巨大的决策 新的判断在每天临时前或者午饭后发一些深度的文章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调查 看似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也得出了显而易见的判断 可最终的结果就是非常抱歉 结论 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各种嘈杂的信息 进行着各种判断 大脑被各种各样的资讯连番轰炸 对于想要做出更准确判断和决定的我们来说 积极的思考和分析 理智的对待每一个判断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为了避免生活中的坑 在大家都还在简单接受各种信息的同时 你就需要 1.推测能力一直在线 2.躲避自我正视倾向 而真正的高手就知道 消费者调查并不能直接给出推测 就像一大堆消费者过来买锤子 他们告诉企业需要更坚韧 更好使的锤子 问题是 这些措施只能应对下一次完全相同的状况 即看起来和Fucoin相似的交易所 或者更小的交易所 或者不靠谱的一些项目玩失踪 当情况改变万一下一次是某个非常权威的大交易所的时候 你该如何避免入坑 过了几天 你再次看到了一则新闻 说广西一个小镇老年人活到90岁的概率全国最低 这时候你脑海中会自动反映这个小镇非常贫穷 污染严重 而且卫生状况极度不佳 和之前自己对短命老人的想法也相证实 思考快语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进行过大大小小各种实验研究 即使如他这样进行过系统概率统计的训练 依然会认为某项实验 靠直觉地启用某个小样本就行 大书样本和小书定律 详见思考快语慢第二部分第十章 躲避自我证实的倾向除了欲 防推测能力的缺失 还需要躲避自我证实的倾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